感谢安拉的叩头 伊斯兰教律规定 一个人在得到某种恩典 或遇到一件喜事 或脱离了一件灾难时 可以因感谢安拉而俯首叩头 艾布·拜克尔特传述 安拉的使者愿主扶安之 在遇到喜事或听到喜事时 因感谢安拉而俯身叩头 做感谢安拉的叩头时 念安拉至大词并叩头 叩头时念 赞颂养育我的至高的主宰清静 并赞颂和感谢安拉赐予恩典 然后直接起身 不必念安拉至大词 也不出思量 诵读古兰经的叩头 同样 伊斯兰教律规定 无论是在礼拜中 还是在礼拜外 读到叩头的经文处时 需要叩头 据伊本·欧迈尔传述 他说 安拉的使者曾给我们 诵读有叩头经文的章节 他叩了头 我们也跟着叩了头 叩头的方法是 诵读者或倾听者 念安拉至大词 然后俯身叩头 叩头时念 赞颂养育我的 至高的主宰清静 同时做祈祷 我的面容为安拉行扣礼 他以自己的方法和力量 创造了它 并使我耳聪目明 اللهم اكتب لي بها عندك أجرا 通过这个叩头 通过这个叩头卸下我的重负 祈求你 祈求你使这个叩头成为我在你那里的积蓄 求你接受它 如同你接受你的仆人 大物的叩头的叩头 若在礼拜中 礼拜者念安拉至大后 从叩头中起身 若不在礼拜中 就直接起身 不念安拉至大词 也不出死量 法学家们指出 齐乘者读到叩头的经文时 需从齐乘上下来 在地上叩头 如果不方便 则只需在齐乘上 用头指点叩头 诵读者若重复 诵读一段叩头的经文时 他只需叩头一次 如果诵读者 读到叩头的经文时 没有叩头 那么 听到者也无需叩头 没有刻意去听古兰经者 比如过路者 则不需要跟着叩头 在禁止礼拜的时间段中 可以扣诵读古兰经的叩头 但数嫌疑